路律圣讯第三册第三百八十六页 既功活佛慈悲主语 第一天 家里面父慈子孝 胸有地功 夫妻相敬如宾 那堪称是圆荣了 人道上可以称作圆荣了 那你们有没有啊 还没有再努力 还知道要努力 其实也不错了 对不对 总比自己不知不觉 手指头总是指别人来得好啊 理不明道难修 所以道理道理 当然密不可分 所以今天其实跟你讲 明是一指是男人可贵 你还是不晓得他可贵在哪里 因为体悟的还不够啊 行声的还不够深啊 所以你不觉得道的尊贵在哪里 或许有些人有上天给他的感应 或许或说有缘的先佛菩萨 给他的感应 他会刹那间一点点觉得这个道是真的 但是真的道只是这样吗 不是 那真正的道又是什么 班远回答 工作上生活中也是道 日常生活点点滴滴 都要有道 都要有道味道气 是不是 今天你们听到这个道理 很深吗 不会 人生真谛里面讲了什么呀 他有讲的很深奥的道理吗 很浅显易懂 这 Suzuki 还有东西 好